好 我们继续学习论语 唯正篇第二 原文 子曰 唯正已得 必如北城 居其所 而众心拱之 实际这一段呢 孔子用了一个形象 比喻来说明 实行 德智人正 可以得人心 俯人望 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 为正为德的思想 据说 君王亲 名为重 国是才能按的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长河中 我们可以看到 周朝 是八百多年的江山 你看传说中 江子牙 以这个直沟垂掉 文王呢 为了西求闲事 开始先派这个士兵去看 江太空就讲了 大鱼不来 虾米乱跳 这个士兵回去给文王讲完以后 文王就亲自去了 去完以后呢 他又 让文王要亲自拉他 你想文王那个时候 亲自去拉一个老头啊 都能放下架子 传说中呢 是文王 拉了江太公 八百零八部 太公呢 保了 文王 周家的江山 是八百零八年 至于这个事情的 真实性啊 咱们是 没办法去考证的 但是确实历史上 有这种典故 我们也可以看到 文王呢 在修建城池的时候 在记载 修建城墙 干工作的人呢 挖出了一堆士骨 文王知道以后啊 亲自摆上香案 向这一堆士骨呢 这个行李 还在说 你看为国家修建 打扰了你的这个 安息之所 向人家赔礼道歉 又把这个尸骨呢 迁移到了更好的地方 去安葬了 所以老百姓呢 就觉得 文王对去世的人 都如此的踪敬 何况对活人呢 这是我们在他小的 这个举动中 就可以看到 文王周朝时候的 这种江山 是以仁德 为证的 我们都知道 孔子呢 最崇拜的人 是周公 儒家学说呢 从姚舜与汤 周公文王 孔子孟子 这一派系 传承下来 对我们中华的 这个文化 推广 包括 这种学术的建立 起到了非常大的 这种作用 这是基础 实行德制 人政 天下的人 就会 发自内心的走向 正确的轨道 这是强调 人德在政治生活中的 核心作用 主张以道德教化为 治国的原则 这是孔子 学说中 较有价值的部分 表明 儒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 是德制 而非 圆境的刑法 这是孔子讲的德政 我们都知道 法律是 治人以犯之罪 就是你犯了法 法律才收拾你 可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造成了危害了 但是呢 道德是 治人未犯之罪 就像你内心世界 起了恶 你一想起 这个圣人教诲 就把恶就止了 这就是我们 在学习的时候 就要在想 今天 我们可以不做善人 也可以不做好人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不害人的人 就是内心世界 我们先把这个 给止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呢 是 蕴藏于内的品质 发露于外 而汇集他人 因而形成人格力量 即为德 这种人格力量 充满了吸引力 凝聚力和感召力 就是真正有道德的人啊 他是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 你把我们过去的 这个 钟来总理 去世以后 十里长安送总理 我们看到那种场景啊 是非常感人的 实际有很多人物 我们中国的神 和西方的神是不一样 西方的神呢 我们都知道 只有一个上帝 可是我们中国的神呢 大多数都是为人类 做了贡献 老百姓非常爱戴他 最后建祠 或者建庙 而供奉的 你看我们的 官公 像岳飞啊 像诸葛亮啊 包括我们 共产党的国父 毛主席 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地方 建起了 毛主席庙 这是老百姓呢 中国的老百姓呢 真正是懂得 知人保温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特点 所以说这种人格力量 充满了吸引力 凝聚力和感召力 能使人心归附 就好比北极星 安然处于自己的位置上 而其他众多的星星 都是围绕着他 实际 这是孔子做比喻 说有德性的人呢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就是像天上的北斗星 北斗星呢 道教里面 称的是北斗七星 也叫北斗七元君 据道教的这个传说中呢 就是人要是寿命短促 可以拜北斗而言寿 北斗星呢 你看现在要是没雾霾啊 你晚上我们可以看到的 朝北方呢 是有七个星星 排列是两行 在天上是看着非常明显 最出名的 拜斗星的这个历史故事 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当时呢 一看自己杀戮很重 寿命将不长矣 他呢做了一场法事 就叫什么呀 礼拜北斗 当时好像说 好像就是魏严吧 这个闯了进去 把一盏灯呢 给熄灭了 他一看 哎呀 这是天要灭诸葛亮 他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当时就说的这个 诸葛亮混沌武藏园 也是在我们陕西 宝基那个地方 离我们家住的地方 也就十里路左右 是非常近的 我们去年八月份游学呢 还专门去了一趟 武藏园的诸葛亮 还当时看到了 就所谓的诸葛亮看到天上有颗星星掉下来了 说是他自己命将不久矣 那一块石头呢 我们把它称为落星石 现在还在这个诸葛词里面放着呢 实际就讲了这个北斗七星 也比喻有一个人要是真正有德性 就有很多人去拜访去向他学习 你看我们五台山的孟参老和尚 好像一百零二还是一百零三 每年过一次生日都是五六万人去朝拜 拜访的人是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过去太湖书院的南淮景 国学大师 经常性 包括我们在 在这个很多企业 如同我们海航的老总陈峰 等等一些企业家 都去拜访他 求教一些国学的知识 为的是 让自己的企业更好 自己的人品呢 更到位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 孔子说 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 自己就会像北极星那样 安然处在自己位置上 别的星辰都环绕着他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比如释迦牟尼佛 老子 孔子 我们也会看到 都已经几千年以前的古人了 我们现在的人 还在对他们恭敬 你看我们去到寺庙 道观 去到孔庙以后 大家都是非常的虔诚 甚至我们现在也看到 很多年轻人 出家 终生不娶 都是被这些圣贤的德行 所感召 还不需要发工资 这也就是孔子讲的这种德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 不用求神拜佛 求谁求自己 让我们自己变成一个 有德行的人 言行举止做事 都能对这个社会国家 起到正面积极的影响 让我们家庭更幸福 让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这个社会国家都有帮助 所经营的企业 又能合法经营 照招纳税 我们所做的产品 都能让老百姓 用着放心 吃着 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而不是危害他人的健康 这都是我们该结合 把孔子讲的东西去落实 我们再看下面 子曰 诗三百 以言以弊之 曰诗无邪 诗经在孔子时代 就称作诗 经过孔子整理加工以后 被用作教材 孔子对诗经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他用诗无邪来概括他 这就是我们的四出五经 其中的诗经 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诗经 真挚健康文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与高度评价 所谓诗言志 是指表达个人或集体情志 诗经呢 由于 由来自民间的歌谣 士大夫创作的宫廷政论 以及天子诸侯 用于祭祀宗庙的舞曲组成 其中对历史社会 事实政治看法和意见 有对历史的诉说和感情 发露是人真实思想的感情感 即使是愿也是源于爱和希望 其本身是从政无邪的 孔子认为诗可以心 观 群愿 可以作为统治者考察民心 民俗的借鉴 就是古人的有些作品里面呢 他会对国家的一些期望啊 包括有些不满 他会通过这个诗歌 来表现出来 包括我们过去听到的有很多歌谣 实际都是这样的 所以孔子他看一个东西和别人不一样 他就讲到 你看这个 就可以作为统治者考察民心民俗的借鉴 就像我们在一个家庭一样 你是个当家的 你要善于干什么呀 体察一下你妻子的愿望 孩子的愿望 我们是一个老板在公司 也要体察一下员工的口望 这是民心所向 民心所贵 一定是这样的 你只有能把多种声音 在企业在家庭发出来以后 你才会警醒自己 知道自己哪里不足 在这个上面是要下功夫的 要是一味的光听好话 没有人指出缺点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就要在想啊 我们在学习论语 我们不说论语里面 他的高声 他的内涵 有多少意思 关键我们今天学习论语的目的是 学而致用 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 让我们对这个社会国家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让我们人生不要空过 所以过去宋时候的赵普在讲 半部论语都治天下呢 我们想一想 在家论语里面 讲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家长里短 像治国啊 为人 处事啊 与人交往 他讲的是非常全的 也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在学的时候啊 还要想到 孔子那个时候的背景 还要想到 想到孔子那个时候 他的思想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更要想到 我们现代的社会 和孔子那个时代的社会 有什么区别 我们如何把孔子 两千多年前的这种 智慧精髓 应用于我们现代社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会应用啊 今天我们学古文 不是为了复古 我们要时尚的学习 现代化的学习 有价值化的学习 这样的话就容易结合在一起 不然的话我们就容易学偏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块 孔子说 诗经三百多篇 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就是思想重振 他就讲到 诗经里面的思想是重振的 我们再看下面 子曰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 有耻却格 本文章中 孔子举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 孔子认为 刑法只能使人避免犯罪 而不能使人懂得犯罪 是可耻的道理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教育孩子 甚至我们在学习教育自己的时候 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一章的时候 如何应用孔子这种思想 落实于我们家庭 孔子就在讲 刑法只能使人避免犯罪 大家说 我这一犯罪就受到刑罚了 孔子的意思是 不光是让人要避免犯罪 而还要使人懂得犯罪是可耻的道理 就是犯罪是非常可耻 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 我记得前年什么时间看到 上海一些大学里面 女子干什么 卖淫 认为卖淫很好 导致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什么呀 笑评不笑唱 我们只是看到 那个学校只是个浓缩 你包括在北京 我听很多朋友讲 这通常有个音乐学院 那经常周六周五晚上 那都是豪车去绝女士 绝这个女大学生 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悲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有羞耻之心 你就不去犯罪了 有羞耻之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必须要有这种心 要没有羞耻心的话 你就觉得 抓住了再说 抓不住了 我照样去犯 甚至我们以挣钱为荣为药 甚至为买个苹果手机 甚至我们为买个 LV包 不惜的出卖自己肉体 这实际就是不知廉耻的这种现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的多 能使百姓 雄规 道具 又能使百姓有支持之心 这反映了德制在 法治国家时 不同于法治的特点 就是德制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们都知道 秦始皇手里那是法治 秦始皇时候兵统六国 统一了中国 但是他的国家 直到秦二世就结束 仅仅15年而已 可是呢 我们周朝800多年 我们就在想 秦始皇那个时候 最出名的案例就是 封书坑儒 把儒家很多经典都给封掉 强行的把大家的 一些兵器啊 都给你融化 变成钱币 把书呢 这个给你毁掉 不让人学习 让你像傀儡一样 没有自己的思想 但是秦始皇的统治 并没有下去 因为他不明白 从古至今我们都知道 儒家思想一直在清末 都在延续 甚至少数民族 统立中国以后 他都把儒家思想 并没有请出 这个教育的体系 我们首先看到 乾隆皇帝时候的两个大臣 非常出名 一个是和声 一个是 这个季晓兰 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 季晓兰是汉族 和声是蛮族 清朝的时候 两种文化 在朝廷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和声 见到乾隆皇帝以后 都是奴才和声 拜见皇帝 因为为什么 这是满族文化的特色 但是我们看到 季晓兰拜见皇帝的时候 成季晓兰拜见皇帝 这是两种文化的体系 一个就是儒家的理 在季晓兰身上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一个是满族的文化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在清朝的时候 他是少数民族 但是他也没有敢费 儒家的理 我们就知道 儒家的思想 对历朝历代的影响 都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历朝历代季孔 包括孔子大殿里面 我们看到 很多都是皇帝 给刺的玉扁 你看给孔子峰的 至圣献士 万事师表 哇 有很多至高的荣誉 都给了他们 包括我们现在 孔子的后人 台湾的孔锤长 第79代 过去是孔德成 孔德成先生是08年去世的 孔德成的姐姐 孔德茂老师 那也是孔府最后 一位居住过的孔家后人 今年都100岁了 在北京居住 他也是我们国家 唯一的全国 终身政协委员 就是我们都知道 政协和人大都是换届 一届是五年 但是孔家的后代 我们国家对他 非常的后代 就是他的后人 是什么呀 当这个全国政协委员 不需要经过选取 只要你活着 终身全国政协委员 这是我们知道的 所以他的后人 那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受到世人的这个踪迹 所以说孔子的文化 在历朝历代 都是备受宗敬的 在压孔子和孟子的 这个地位 在学术界 也是没人可以来取代的 那真是积予 中华文化之大成 是非常了不得的 所以这一块孔子讲到 道德教化 比刑罚要高明的多 既能使百姓 循规蹈矩 又能使百姓有支持心 就是有了支持心 他才不敢去做 这反映了德制在 法治国家时 不同于法治的特点 孔子认为 用理智来规范 劝导百姓的思想和行为 能有效的逆智 犯上作乱 是用道德 要不我们现在 做学术的很多人 也在探讨一个问题 说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 不是核子弹 是感动 包括昨天我一个朋友说 他们一家人 这个移民到美国了 给我就说呢 说 问我说 秦老师 你认为全世界 哪个国家 最值得人移民 问我呢 我说 你让我要讲的话呢 要实在想移民 那可能就是欧洲了 为什么呀 欧洲比较中立 不树敌 我说 美国这个 借着自己的武器强大 这个欺负了很多 这个中东国家的国家的 这些国家呢 大部分都是什么呀 伊斯兰教徒 报复兴都是很重的 一旦美国的这个武器衰落 你再看 美国就不安定了 我美国他傻呀 你要学习上帝的精神 学习圣经的精神 神是爱世人的 没说爱教徒 你都把人家这个 像利比亚呀 叙利亚呀 什么巴格达呀 把人家这个总统 一个一个弄死 你也把人家国家 也没有占领 但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呢 生活在水生活之中 人家很仇恨你的 很仇视你的 到最后 你这个国家衰落以后 他肯定要报复 我说要是美国的总统 真能把上帝的旨意 好好落实 不要做形式主义 一说总统就职的时候 手底下压布圣经 我经常在讲 我说啊 这是最不听上帝话的民族 你真听上帝的话 神爱世人 你帮助这些国家 就像我们国家帮助非洲一样 帮助柬埔寨一样 是不是 人家对我们感恩戴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讲到 冤家一节不一节 我有时候在讲 那个西方的文化 西方这几百年的文明 我们看看给全球带来了什么 我们中国的文明 从大唐圣寺啊 这个康前圣寺的时候 我们都是各个国家跑来 对我们是朝贡的 我们给别的国家 人家送一件礼物 我们回去给人送十件 一礼相见 真相儒家讲的什么 大同世界 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我说西方的圣经一些文化 我们看到的结局是什么 世界末日 我说他们这样折磨下去 那肯定就成世界末日 那毫无疑问的事情 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大同世界 他讲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孔子认为 理智来规范 劝导百姓的思想和行为 能有效的逆制 犯上作乱 动机的形成 这反映了儒家同法家 在治国方论上的差异 你看同样有法家 儒家和法家 他这个差异在这个地方 孔子在这里将法治和理治 进行了对比 高下利剑 关于这段清代明家 陆龙在松阳讲义中 解说的非常好 他说 超数不同功效各异 路头一刹 而风俗由之而输 气运由之而变 不可不变也 法治以惩罚性手段 使人心从危机 免于犯法 而理智德政 使人心悦诚服 顺应了人的廉恥之心 就像那个时候的诸葛亮一样 请梦霍 七请梦霍 请一次我把你放一次 请一次我把你放一次 最后梦霍呢 哎呀 佩服诸葛亮 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是要以德服人 而不是以权 或者以钱服人 今天因为你有权 大家服你 你一旦退休 谁还理你 今天你有钱 别人服你 是不是 别人觉得你有钱 我宗敬你呢 到底是不是 宗敬你这个人 我们要明白 要是宗敬你的钱呢 就像我们听到一个故事 一样 富人见穷人了 说你宗敬我吗 说我不宗敬你 为什么不宗敬我 因为你是富人 我是穷人 我凭什么宗敬你 那富人又说了 那我给你给点钱 你宗不宗敬我 说不宗敬你 因为我钱少 你钱多 我凭什么宗敬你 最后富人又说了 那我给你给一半钱 你宗不宗敬我 不宗敬你 说为什么呀 因为我钱和你钱 一样多 我凭什么宗敬你 说那我把我所有的钱 都给你宗不宗敬 我说不宗敬你 因为我是富人 你是穷人 我凭什么宗敬你 这个道理实际就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受人宗敬 与权势和钱多 钱少 毫无关系 与我们人品有关系 要不我们古人讲了一句话 未被得重者 不教而所学也 未踪而得缺者 即使教而不学也 实际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人的身份 即使是个还为工人 即使是个乞丐 他得性很好 他不教我们 我们也要向他学习 做人做事的道理 要是这个人 有钱又有权 非常高傲 飞扬跋扈 非常蛮横 欺贫 像黑社会限制一样 他即使教我们 我们也不能学 因为这是恶人 他不是好人 也不是善人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所以孔子说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 用刑罚来制约百姓 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 但不会感到不服从 统治者是可耻的 你要让他明白 君要义成要终 父慈子孝 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 这孩子不孝顺 爸妈很可耻 作为一个国民不爱国 当汉奸是非常可耻的 让他有这种心 他就把这个念头死了 就像我在山东一样 人家有些大户 人家就说了 家族不能有犯罪律 说谁要犯罪 死了尸体不许进祖坟 名字不许进祖谱 死后排位不许进祠堂 三不进 所以人家一个家族就没有犯罪的 为什么呀 他们家就说了 我们要出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后代子孙 以此为耻 一看 祖谱上都没有我们父母的名字 是不是 我父亲去世以后 你看 尸体不能进祖坟 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再加上去到 祠堂里面一看 里面没有排位 这就是被家族逐出去了一样 他觉得是非常可耻的 所以这个家族呢 家里人都非常的 遵守这个家规 就像我最近碰到一个谁呀 魏征的后人 人家的家训就是 事则优 以挣钱为耻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 他父亲啊 他遵守家族规矩的很 说别人给他 给很多钱 让他去做这做那 他不去 他父亲说不能去 你必须给国家好好干 当好你的党员 当好你的公务院 不要满身都是 痛抽味 我们家不缺钱 他就给我讲 他说呀 他父亲是非常传统 我说你父亲这种传统 是非常对的 确实是非常对的 我说你就想一想 你在这个岗位上面 待了这么多年 你那么多领导都被抓了 你为什么没被抓呀 就是守了家规把你保了 他也听有道理 说他顶头上次都被双规了 哎呀 就他没什么事 一查他 还挺清白的 我说你想想 这是不是你们家的家规哦 你落实的很好 他也听有道理 真的是有道理 包括我们都知道的 孔子家族 范仲淹家族 曾国藩家族 梁启超家族 包括我们 每一线的张宰家族 那都是遵守祖宗家规 没有犯罪律 家族的人都是 以祖宗教会为主 是并守这个家规的 是并守这个家规的